沒有辦法啦 那有毒要挖掉要換新的 那你不要亂 你經常污染嘛 老實說 萬白不婚的話 以後還是有問題 這個是政策上的一個重大 一個缺失的原因 桃園去年公告 河川污水總量管制 蘋果調查發現 中立工業區被劃入一級管制區 但排放水 竟是用二級標準 它不是沒有改善 是從三變一變五 然後另外就是 不准韓通工廠再進去 對 因為灌牌不分 位於中立工業區下游的滑通電腦 就被農民認為是土地污染的元兇 講的就是灌牌不分 而且排進去的也不是只有滑通一家 這個公共載體 很多人會把它排到合理器 像我們這樣是有徹底的去管制 那不見得每一家都是這樣在管 雖然排放水符合標準 但下游農地卻累積過多含銅量 需要全面換土 桃園農地污染面積佔全台70% 高達326公頃 預計2021年才能全面整治完成 總花費將高達10億元 小廟辦法 那有毒 要挖掉 要換新流 好啊 要換就換啊 位於桃園爐主的農夫齊桂泉 等了整整30年 才能耕作自己的農地 我沒有放 他放放後我沒有放 你要怎樣 換那有用啊 他們還是這樣子 有啊 換有什麼用 環境它是有記憶的 你不斷地給我污染 那我都會記住的 但是呢 你今天給我療傷的時間不夠 我也沒辦法把這一些物質消化掉 那我慢慢的 我就真的受傷了 這個責任應該是很清楚的 因為你的不當入侵造成現在污染 那當然是你有責任 把這個灌牌分離 因為在這之前是 是沒有問題的